这个视频我们来学习一下另类的呼啸山庄 原本在呼啸山庄之中 哥哥辛德雷和妹妹凯瑟琳过着风平浪静的生活 然而有一天父亲恩肖居然带回了一个令人嫌恶的吉普赛妻儿 西斯克里夫 虽然老父亲希望孩子们与新来的养子好好相处 但两个男孩之间却很快产生了不快和争执 有一次两个人因为骑马的事情发生了矛盾 西斯克里夫想要骑辛德雷的马 之间作者这样描绘道 滚开 狗 辛德雷大叫 用一个撑土豆和稻草的撑坨吓唬他 扔吧 他回答站着不动 我要告诉父亲 你怎么吹牛说 等他一死 你就要把我赶出门外 看他会不会马上把你赶出去 辛德雷真扔了 打在他的胸上 他倒下去 可又马上亮前地站起来 气也喘不过来 脸也白了 从这段描写中 我们不难看出 辛德雷固然残忍 但西斯克里夫也并非善泪 固执 阴险 同样是他的标签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凯瑟琳和西斯克里夫 坠入了爱河 但很快 凯瑟琳就背叛了他们的爱情 而选择和更有钱 更体面的画眉庄园少爷 埃德加林敦结婚 这大大的伤害了西斯克里夫的感情 从此 西斯克里夫便销声匿迹 离开了呼啸山庄 在西斯克里夫离开的这段日子里 辛德雷有了自己的孩子 凯瑟琳也怀孕待产 各自过着平静的生活 但这时 突然报复的西斯克里夫 带着他满腔的仇恨 又重新回到了呼啸山庄 他先是用计谋 害死了辛德雷 把辛德雷的儿子哈里顿 变成了自己的仆人 又娶了埃德加的妹妹 伊莎贝拉 在伊莎贝拉给他产下儿子之后 又折磨伊莎贝拉 最后 更是让凯瑟琳在产下凯西的时候 难产而死 而埃德加也忧郁而终 复仇结束了吗 并没有 最后 西斯克里夫还强迫凯西 嫁给了自己即将死去的儿子 小林顿 以弥补自己 没有和凯瑟琳结婚的痛苦 当西斯克里夫心满意足的时候 却发现 小凯西和辛德雷的儿子哈里顿 居然坠入了爱河 他拼命地想把两个人分开 但越努力 就越突然 甚至最后他突然醒悟到 当初辛德雷拼命欺负自己 让自己离开凯瑟琳 现在 自己的拼命欺负哈里顿 让哈里顿离开小凯西 是一样一样的呀 其实 哈里顿就是自己的影子呀 哎 冤冤相报 何时了啊 在呼啸山庄中 艾米丽成功地塑造了一个 爱恨交织 情感强烈的世界 老恩肖对西斯克里夫的爱 促成了辛德雷对西斯克里夫的恨 凯瑟琳的背叛又让西斯克里夫对凯瑟琳的感情 由爱转恨 而在仇恨的土壤上又诞生了小哈里顿和小凯西的爱 爱恨交织不更符合我们现实社会的特点吗 好了 呼啸山庄就先到这 至于小妹安妮伯朗特和她的爱格尼斯格雷 各位同学有时间的话 就找本书自己来看一看吧 下个视频就让我们走进英国三大诗人 现在快去打底抢金币吧